穿成旧书文女主的妹妹和女主一起被首付收养 女主一脸傲娇 妈妈 你别想控制我 我笑嘻嘻地说 妈妈 快来控制我 我愿意被控制 女主叫唆我 妹妹 我们离开这个家吧 这里太让人窒息了 我赶紧说道 你要走 请走远一点 别耽误我过好日子捏 郑文现在开始 家人们 我穿书了 穿成旧书文女主的双胞胎妹妹和姐姐一起被金圈首付顾家收养 让我非常高兴 因为我上辈子出身大山 拼了命才考出大山 报志愿时 因为没人辅导 报了一个非常冷门的专业 毕业后也找不到对口的工作 只能去小公司做个前台 父母破口大骂 花了那么多钱上大学 毕业连像样的工作都找不到 其实 从我大学之后 家里就没再给过一分钱生活费了 都是我自己勤工典学赚钱的 现在 我每天打三份工 凌晨四点 先给客户送鲜奶 九点就去公司当前台 六点下班了 再去兼职送外卖 我这么拼 仅仅是为了在县城买一套三十平的小房子 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可我的父母却不同意我留在城里 他们收了别人十八万 让我嫁得一个傻子 这样弟弟就有娶媳妇的彩礼 我当然不愿意 我缺人上的亲生父母跑到我工作的地方 跪在地上拼命给我磕头 求我回去嫁人 他们还摔烂了我箱子里的牛奶 扔到客户的外卖 把我唯一指点钱的电动车给卖掉了 就当我绝望的时候 我穿输了 这是一本救赎文 讲的是女主白蚁涵从小被顾家收养 而收养她的顾家让她觉得非常压抑 所以她爱上了放荡不羁的男主赖藏 和她互相救赎的故事 可我明明记得 我看这本书的时候 白蚁涵是一个人被顾家收养的 没有双胞胎妹妹 我穿来之后 这里所有人对我的出现 都没有表现出一丝异样 仿佛我一直都在他们的世界中 此时 剧情已经进行到我们高中时期 白蚁涵爱上了校爸赖藏 天天和赖藏一起翻墙逃课 成绩一落千丈 我们的养母陈寅女士正在训斥白蚁涵 小韩 你现在已经是高二了 怎么可以为了一个混混三强逃课 养母的话还没说完 白蚁涵一脸着急的打断了她 妈妈 子昂她不是混混 她这是性格外向 我已经和你们学校老师了解过了 这个赖藏的成绩连上的大砖都困难 每天在学校里不是惹事就是打架 这还不是混混吗 听到这话的白蚁涵 不可置信的看着陈寅女士 妈 你居然调查我 陈寅女士眉头轻皱 自从你和她坐了同桌 你的成绩就从年纪第一掉到一百名之后了 白蚁涵捏着一脚 低着头喃喃道 妹妹不是一直在年纪倒数吗 为什么你不说她呀 我 不是 她有病吧 陈寅女士转过来看了我一眼 然后叹了一口大气 小倩那是没有读书的天赋 我赶紧拍了拍胸图 保证到 妈妈 你放心 从今天起我保证努力学习 能不能麻烦妈妈给我请个补课老师啊 陈寅女士笑看着我 你之前不是一直不愿意读书吗 怎么忽然转性了 我狗腿的给陈寅女士捶了捶肩膀 妈妈 我不想给顾家丢人 好 既然你想学 妈妈就给你请最好的家教老师 谁懂啊 家人们 谁懂啊 上辈子 我一边上高中 一边还要帮家里干农活 田里没活了 家人就会领很多手工回来到家里做 我写作业写到十一点 还要帮家里干活 干到两点才能睡 因为这是我读高中的代价 现在居然什么活都不用干 就能上最好的高中 有最好的辅导老师 我感动得眼泪哗哗的 赶紧扑到陈寅女士的怀里 妈妈 你对我也太好了吧 陈寅女士身子一僵 随后不自然的退开了我 女孩子家家的 妈妈不喜欢你这样 我赶紧正经危坐 双手叠放在肚子上 妈妈 这样的你喜欢吗 陈寅女士那张冷冰冰的脸 差点没绷住 她假意咳嗽了一声 然后就哭口婆心的劝了白以涵很多 可白以涵就像哑巴了一样 就死不吭声 最后 陈寅女士只能拿出杀手锏 威胁把她送回福利院 白以涵才同意不再和赖紧扬做朋友 可看过小说的我知道 白以涵才不会听陈寅女士的 明天 她就会和赖紧发生关系 因为她要报复养母 她觉得养母调查她 太让她窒息了 她需要赖紧带她疯 带着体验活着的感觉 当然 这一切和我无关 我只想抱好陈寅女士的大腿 做个听话的乖宝宝 可我这只外来的蝴蝶 还是煽动了这个世界的风暴 第二天 放学 白以涵扔给我200块 小倩 赵丽帮我打掩护 你到晚上9点再回去 就说我们一起去同学家复习了 我头都没抬 你想其他办法吧 今天开始不就要补课了 而且顾星成今天也会回来 你确定不回去吗 顾星成是陈寅女士的儿子 是我们没有血缘的哥哥 她演示这本书 对白以涵爱而不得的男二 她和女主亲为竹马 因为白以涵是顾家养女的身份 所以她一直把爱埋在心底 默默守护女主到出嫁之后 一个人在国外孤独终老 白以涵拿起桌上的200块 那家只让我感到痛苦 我一点都不想回去 说完 她头也不回的走了 我快步走出学校 发现陈寅女士的车 停在了学校的大门口 我赶紧跑了过去 拉开了车门 陈寅女士坐在后排 我惊喜的笑了起来 妈妈 怎么是你来接我 陈寅女士浅浅的勾了勾嘴角 嗯 刚刚去机场接你哥哥 正好时间差不多 来接你和小韩放学 我顺着她的目光 朝着副驾驶看去 阴影将顾星辰侧脸勾勒得越发立体 她的睫毛垂下的阴影落在眼下 显得她整个人都清冷金贵 虽然现在她还只是大学生 但是身上与生俱来的冷峻之一 还是让人不容小觑 顾星辰不愧是女书粉最爱的男二 对着身材气质比男主赖咋不知道好了多少 我小声地叫了一句 哥哥 顾星辰头都没转过来 淡淡地N了一声 陈寅女士疑惑道 小韩呢 怎么没和你一起出来 我真要开口 就看见白衣涵和赖咋打帽着走出了校门 陈寅女士的脸一下子拉了下来 还有司机悄悄跟在白衣涵的后面 而副驾驶的顾星辰面无表情地摘下了眼镜 我以为她会很生气 可她却把头青靠在头枕上 然后闭上眼睛 怎么顾星辰会是这反应 说李明明说 每当她看到白衣涵和赖咋在一起时 就特别心痛啊 现在怎么一副根本不想看到他俩的表情 这么早就因爱生恨了 汽车跟着白衣涵和赖咋越走越偏 她让我和顾星辰待在车里 她自己一个人快速下了车 随后 公厕里就传来男生的咒骂声和女生的尖叫声 没多久 陈寅女士就带着衣衫不整的白衣涵坐进了车里 白衣涵看着车里坐满的人 一脸的不服气 妈妈 您带着全家人跟踪我 陈寅女士铁青的脸 没有说话 我知道 她还在顾及白衣涵的面子 不想当着司机的面说这些 想和她回家说 可是白衣涵不知道哪来的怨气 脸色比陈寅女士还要难看 好不容易到家了 顾星辰下车静止上了楼 看都没看白衣涵一眼 本来白衣涵就一副委屈巴巴的表情 顾星辰这一举动 让她更加渲染欲气 哥哥 白衣涵抽抽叨叨的喊了一声 顾星辰没有理会 顾星辰 顾星辰还是没有回头 怎么顾星辰对白衣涵的态度 和书里描述的差了那么多 来不及多想 陈寅女士的话打断了我的思路 小韩 既然你非要和这个混混丝混 不好好学习 那妈妈送你出国读书吧 妈妈 求你了 我不想出国 我真的想和她在一起 求你成全我们吧 她真的让我有家的感觉 陈寅女士被她的话 气得肩膀都在微微颤抖 小韩 我收养你和小倩十几年 把你们当做公主班养大 难道这里不是你的家吗 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 妈妈 可能我说的话会让你心寒 可是我还是要说 这个家太冷冰冰了 根本没有活人的气息 你知道赖子阳的家里的家庭氛围吗 夏天的时候 一大家子人围在小院子里 吃吃喝喝 欢声笑语 而我们家呢 吃饭的时候不能说话 喜欢的菜也不能多吃 我真的受不了 好 既然这样 我就把你送回福利院 陈寅女士再次掏出了她的杀手锦 可这次白蚁涵像是早有准备 妈妈 我马上成年了 我不用再回福利院了 你也不用再威胁我 我说过我每次不听话 你都拿这个来威胁我 赖子阳已经给我准备了一个小房子 她说如果我没有家了 那里永远是我的家 陈寅女士压根没料到 白蚁涵会这样说 她愣在那里 一时静不知道说什么 妈妈 我长大了 你别想再控制我了 我实在听不下去了 开口到赖子阳自己 都还是个高中生 她哪来的钱 给你准备房子 是她爷爷去世前留给她的 我一副看白痴的表情 看着白蚁涵 那这房子 是她爷爷奶奶 住了几十年的老房子了 是又怎么样 那里很温馨 我很喜欢 陈寅女士瞪大了眼睛 眼中斜满了失望 你连她爷爷奶奶家都去过了 白蚁涵脸上 闪过一丝心虚 楠楠道 没有 小汉 你知道你的这些所作所为 在赖子阳的家人眼中 是多么掉价吗 这个赖子阳据我所知 就住在老城区的桶子楼里 她大摇大摆的 把你一个青春期的女孩带回家 你知道 你在她的左邻右舍嘴里 会是什么样吗 我和你们的妈妈 是一生的挚友 她去世后 我把你们姐妹俩带回家 从那天起 我就把你们当做 亲生女儿般细心教导 可我怎么也没想到 我陈寅教导的女儿 能做出这么丢人的事 陈寅女士 看得是真伤心了 眼眶里都带着泪水 明明她是这么坚强的一个人 白蚁涵 你她爹的 你可以欺负我 但你绝不能欺负我的陈寅女士 我上去就给她帮帮两拳 白蚁涵 你这死白眼狼 你是不是好日子过多了 非要找点苦吃吃 白蚁涵的泪水 像绝了滴 小倩 你不懂 赖藏 她就是我的命 没了她 我活着就像条死鱼 我最后问你一次 你是选择出国读书 还是选择离开这个家 反正无论如何 你都不可以和这个赖藏在一起 此刻的陈寅女士 已经收起了她的脆弱 语气也变得淋漓起来 到底为什么呀 妈妈 陈寅女士忽然沉默了 看过小说的我 当然知道陈寅女士为什么沉默 因为白蚁涵的亲生父亲 和赖藏的母亲出轨 被她亲妈抓了现行 一气之下 白蚁涵亲妈把她亲爹捅死 然后自杀了 由于这件事情过于惨烈 所以陈寅女士一直瞒着她 不过告诉她也没用 后来白蚁涵知道了真相 还是选择和赖藏在一起 在她的眼中 什么都比不过她的爱情 妈妈 你就当我贪心吧 我不能放弃你们 可我也不能放弃她呀 妈妈 我求求你了 就让我和她在一起吧 白蚁涵这番话 把我和陈寅女士都说无语了 就在这时 顾星辰缓缓从楼梯上走了下来 她换了一身便服 顾星辰亲扫了一眼白蚁涵 你还是走吧 从小到大 你一直都在和我强调 我们的生活特别压抑痛苦 既然这样 就请你离开这个家 去过你想要的自由自在的生活 此话一出 白蚁涵难以置信的愣在了原地 哥哥 你疯了 也难怪白蚁涵一副见了鬼的表情 因为之前的顾星辰 是最害怕白蚁涵离开的人 顾星辰眉头不自觉的轻皱了下 但很快又舒展开 我已经让吴妈把你的东西都收拾好了 今晚你就走吧 顾星辰的这番操作 把陈寅女士都给惊到了 不过他现在也在气头上 也在等着白蚁涵道歉 如果现在白蚁涵能同意去国外读书 我想陈寅女士还是会心软的 然而 白蚁涵已经被顾星辰的话 气得失去了理智 当然不可能道歉 他拿起行李 很有骨气的扔掉了顾星辰 给他准备的银行卡 我也不悔的离开了家 从小到大 他在面对顾星辰时 都是上位者的姿态 他可以轻而易举调动他的情绪 他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顾星辰的心 他一直知道顾星辰对自己爱而不得 越是这样 他就越喜欢在顾星辰面前显露出很爱赖脏 看到顾星辰隐忍受伤的样子 他就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快感 可现在顾星辰居然把他赶出了顾家 被宠坏的白蚁涵心里当然不能接受 他离开时看顾星辰的眼神 分明在说着 他会等着顾星辰像条丧家之犬一样去求他 本来几年后 白蚁涵和顾家决裂的戏码已经提前上演 可这一切居然是顾星辰主导的 正当我疑惑的时候 陈寅女士的手机响了 公司有一些紧急情况 他要赶着去处理 此时 客厅里只剩下我和顾星辰 他拿起桌上的玻璃杯 修长的手指摩擦了下杯口 一双幽暗冰冷毛子却深深凝视着我 你是谁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我的心猛的咯噔一下 脑子里瞬间闪过无数个念头 顾星辰为什么会这么问 这里所有人都对我的存在 没有表现出任何异样 说明在这个世界 我的角色确实是存在的 他这么问 那他之前一定经历过 我不存在的世界 而且他的种种反应 也和书中的顾星辰完全不一样 难道眼前这个顾星辰是重生的 这样他对白野涵忽然转变的态度 也能解释通了 不管了 现在只能先装傻 哥哥你在说什么 我是小倩啊 你知道的 我从小就离开了妈妈 顾星辰冷眼盯着我 然后喝掉了手中的水 妈呀吓死我了 我得赶紧想办法避避顾星辰 我麻溜的去找了陈寅女士 妈妈 姐姐不愿意出国留学 我可是愿意的 准备留学的那段时间 白野涵经常给我发短信 问我要不要搬出顾家 去和他一起住 我给他回了一条短信 你要死请辞远 别耽误我过好日子捏 然后反手一个拉黑 很快 陈寅女士就给我办理好留学手续 我去了国外读书 没多久 顾星辰也出国留学了 而陈寅女士的事业版图再次扩张 这几年也一直在国外拓展国际业务 五年后 妈妈 我一下飞机就给你打电话了 你来接我了吗 妈妈 妈妈临时有个很重要的股东会 我让你哥去接你了 那还是不用了 我自己打车回去就行了 说完 我正要开溜 电话里传来妈妈的声音 你哥已经到了 不远处 顾星辰身着一袭剪裁合体的黑色西装 他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 微凉的视线透过镜片 落在了我身上 回来了 嗯 车上一路无话 就在我下车的时候 顾星辰忽然冒了一句 想了五年 想好该怎么回答我了吗 可以让我再想五年吗 求求 晚上 妈妈终于开好会回来了 我赶紧给妈妈拿好拖鞋 热好饭菜 坐在饭桌前盯着妈妈吃饭 妈妈 我好想你 妈妈被我盯着脸都有些红了 简单吃了几口 就放下了碗筷 妈妈 你怎么不吃了 这几年 你到处飞都瘦了好多 我不看你了 等你吃完 我们再摇 还有 这些菜是我亲手做的 在国外这几年 我把你爱吃的菜都学会了 小倩 我不是给你请了终点工吗 做饭这些事情 不用你动手 我知道 妈妈是世界第一好 所以我也想给妈妈做饭吃 不过你放心 除了妈妈 谁也别想吃到我做的饭 等妈妈吃好饭 我就向个小尾巴跟在妈妈后面 妈妈 可以抱抱吗 妈妈 我好想你呀 妈妈 妈妈被我叫的都无奈了 你在国外这几年 天天都要给我打视频 怎么回来还这么年 妈妈 或许你知道妈宝女吗 小倩 你现在毕业了 将来有什么职业规划吗 没有 全听妈妈的 妈妈让我去哪 我就去哪 妈妈让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妈妈都被我气笑了 你哥哥读大学这几年 已经创办了好几家科技公司 经营的都非常不错 她已经说了 不会接手妈妈的事业 既然这样 小倩你就到我的公司里来帮妈妈 我乖巧地点点了头 刚开始呢 你先去分公司里试一段时间 后面我再把你调到集团来 好的 妈妈 我知道的 从基层做起吗 妈妈狐一的看着我 你是我成因的女儿 怎么可能基层做起 子公司那边 我给你安排的是副总裁 哎呀呀 家人们谁懂啊 我这是妥婆的太子女啊 妈妈起身 走吧 你马上要上班了 妈妈再给你买几个包 妈妈 你已经都买了一枪的爱马仕了 正好今天有家新的爱马仕开业 他们的店长给我发邀请函 店里给我留了几只绣皮 你去挑挑看 有没有你喜欢的 把你哥也叫上 我们一家人 已经很久都没团聚了 等我们到店门口时 爱马仕门口正在剪彩 店长连忙迎了出来 陈总 欢迎欢迎 我们给您准备了一些茶点 还有私人秀 麻烦和我一起去VIP室 这当我们跟着店长进去的时候 忽然 一个熟悉的身影 闯进了我的视线 白以涵 此时的他 正穿着大红旗袍 手里端着托盘 一脸假笑的站在店门口 白以涵也看到我们三人 男男的想要开口 可是我们三个人 都未做任何停留 越过他进了VIP室 他的身体一下子僵在了原地 VIP室里 妈妈一下子给我选了三个包 一个小房子出学 一个breaking雾面 还选了个钻扣的喜马拉雅 顾星辰很爽快地刷了卡 因为买的太多 店长安排了几个店员 把东西送到我们车里 不知道是不是今天开业 店员忙不过来 最后竟然拉着座里 小姐的白以涵 给我们送货 我 妈妈 顾星辰三人 闲听信不得走在前面 妈妈正在认真嘱咐 我分公司领导层的人事构成 而我也侧着头 仔细听着 啊 突如其来的惨叫声 打断了我们的谈话 我们下意识 顺着声音转过头去 原来是白以涵 穿着十厘米的高跟鞋 又抱着几套很重的茶具 没能保持住平衡 摆了脚 一旁的店员赶紧扶住他的手 小心点 这茶具要是摔坏了 你可赔不起 他没有理会店员 而是快速抬头 看向我们三人 他的目光 在我们三个人的脸上 来回扫视着 可能是想找出一点 心疼他的表情 可是让他失望了 我们脸上没有任何多余的情绪 店员还在责怪他 白以涵一脸不服气的 想要回嘴 他当然不会服气 毕竟在他十六岁之前 这种茶具 就算他摔着玩 也不会有人说他 但是白以涵不知道想到什么 他声声咽下了这口气 等店员小心翼翼的把东西放好 我们正准备上车 白以涵竟自顾自的 拉开后座的车门 直接坐了上去 其他店员一下子脸都变了 纷纷伸手 想要把他拉下来 有一个主管 还在不停地道着歉 他狠狠拍掉店员的手 大喊道 你们滚开 他们是我的家人 妈妈 哥哥 你们说句话啊 店员不确定地看向妈妈 妈妈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 小王 报警吧 小王是我们家的司机 小王丝毫没有犹豫 拿出手机 直接打110 白以涵见状 只能一脸伤心地从车里下来 一瘸一拐地跟着店员走了 还没走几步 就听到店员嘲讽的声音 有些人真的是想店有钱想疯了吧 谁说不是呢 连金圈首付顾家的词都赶碰 白以涵 你这次给我们品牌形象造成了损失 我会和你那边中介说的 具体怎么定责 我会上报我店长 由他决定 白以涵一句话都没说 蹬在他们后面 回去的路上 我能感受到妈妈心情有些低落 我挽起她的手 轻轻把头靠在她的肩膀上 我妈妈世界第一行 这次妈妈也没再推开我 只是傲娇地说了句 马屁精 在家里休息了半个月 我去了分公司上班 上班第一天 当我的限量版法拉利 停进我的专属车位时 分公司总裁傅奇 已经带着一众高管 等待了公司外面 白总好 我是这家分公司的负责人傅奇 傅奇大约四十岁 气质儒雅 他先给我简单介绍了几个 站在他身后的经理 然后接着说道 白总 你现在有时间吗 我带你参观下分公司 哈哈 家人们 谁懂啊 姐着直接变白总了呀 感谢妈妈 我爱妈妈 傅奇做了请的姿势 让我先行 他落后我半步 给我介绍公司的每个部门 等介绍到行政部时 没想到 我又再次遇到了白以涵 今天的白以涵 穿着一件半旧的白色卫衣 下半身是一条休闲裤 头发松松垮垮的扎起来 脸上默然的表情 让他看着十分疲惫 反光我 阿玛尼高定西装 配上烟灰色的真似衬衫 即使脚踩十厘米的高跟鞋 身形野力的十分板正 家庭赋予我的权力与底气 但我看起来既自信又骄傲 白以涵也争一脸复杂的看着我 难堪 惊讶 羡慕 愤恨在他的脸上轮番出现 大家把手上的事情停下 我来介绍下我们公司的新任副总 白以倩白总 行政部的人听到我的名字 脸上都在笑着和我打招呼 和眼光的余光都在看向白以涵 因为我们俩的名字 实在很难不让人联想 行政部主管给我一一介绍了行政部员工 当他介绍到白以涵时 暗暗打量着我的神情 见我没有异样 他放心介绍起白以涵来 这位是新入职没多久的新员工 白总你可以教他小韩 以后有什么买咖啡打杂的活可以教给他 白以涵死死捏住裤子 逼着头不吭声 我点了点头 很快被高管簇拥着 去了下一个部门 可我能感受到身后 有个目光一直盯了我很久 介绍到最后 父亲把我送到我办公室里 家人们谁懂啊 我一个副总裁 办公室单独占了一层 可谁让这栋楼都是我家的呢 我受得起 我刚坐定 白以涵就端了一杯水 送了进来 水杯放下后 他并没有出去 而是眼眶带泪的盯着我 啊 这又想搞哪个死粗啊 小倩 你真的不认我这个姐姐了吗 再怎么说 我和你都是血脉相连的双胞胎 我眼皮都没抬 看着电脑道 当初你为了追求真爱离开家的时候 怎么没想到我和你是血脉相连的双胞胎呢 不是你自己放弃了 我和妈妈的吗 我那时候太小 不懂事 我轻笑的看着他 你可别告诉我 你现在后悔了 他难堪的看向别处 我和赖藏马上要离婚了 爱的毁天灭地的男女主要离婚了 原本的小说中 他们可是甜甜蜜蜜 到了80岁 连他们的孙子孙女 都羡慕他们的感情呢 见我不接话 白野涵的眼泪终于忍不住了 他双手捂着眼睛 痛哭到离开家后 我一直和赖藏住在一起 因为没有避孕 没多久我就怀孕了 所以我高中没毕业 就出学生了孩子 是个女儿 从那天起 他们一大家子和善的脸就变痒了 因为没有学历 找不到工作 赖藏就让我在家安心带孩子 每天一醒来 就是做不完的家务 我要做十几口人的饭菜 洗衣服打扫卫生 还要带孩子 就这样 他们还觉得我天天在家不上班 很舒服 白野涵抽抽的搭的说着 后来我去别墅找了你们好多次 你们都不在 妹妹我想回家 你帮我和妈妈 还有哥哥求求情 我现在不要赖藏了 我只要你们 看着眼前的白野涵 我想起了小说里恶心人的结局 小说里的他 没有被顾星成赶出顾家 而是被送到国外读了大学 回来就进了顾家投资的国际学校 成了最年轻的副教授 赖藏也为了能配得上他 他分读书 毕业后自己创业 事业上也算小有成就 他以为他这次终于可以扬眉吐气 娶到白野涵了 可他这点撒花俩枣 在陈寅女士面前 那真是不够看 后来赖藏为了娶到白野涵 实际陷害了陈寅女士的公司 就这样 陈寅女士忽然就对赖藏刮目相看 不再反对他们 这是白野涵从头到尾都知道 不过他也假惺惺和男主说了 虽然妈妈有错 你稍微惩罚一下就可以了 你可不能真的伤害他 而顾星辰因为白野涵嫁人 伤心远走国外 顾家所有的公司 都由赖藏接手管理 所以白野涵下半辈子 过得那叫一个世事顺遂 可现在原来 甜蜜的结局 是要建立在白野涵是顾家女儿条件上 没有物质的爱情 就是一盘散沙 我理解成不起我 妹妹 当初是我眼睛瞎 看错了赖藏 我眼神灵力的打断她 不是赖藏 也会是李子昂张子昂 因为你骨子里 就是要追求自己 过跟混混一样生活的那种性格 你觉得顾家束缚了你的自由 只是因为顾家太有教养了 我冷笑一声 你现在妥协 不是真心觉得自己做错了 而是你发现 原先你不介意 过的千金大小节的生活 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 离开了妈妈 你连个屁都不算 你之前天天叫着顾家 让你窒息 妈妈控制你 我反倒是觉得 你才是托儿他们的人 明明他们很多事情 是为了你好 你却要无病呻吟 让人到全世界都知道 你过得多惨 你为了爱情 背叛亲情 好了 现在一切不是都如你所愿吗 你脱离了顾家控制 得到了你最爱的人 不是皆大欢喜吗 现在想回顾家 我们家不欢迎你 乃也含本以为 他掉两滴泪 我就会同情他 没想到 我会一点情练都没给他留 他擦干了眼角的泪水 铁青着脸 眼中闪动着挑衅的光芒 你也不过是顾家的养女 你有什么资格 不让我回顾家 顾星辰之前那么对我 不过是气我选择了赖赃 没有选他 你猜如果我现在说一句 想要和他在一起 他会是什么反应 我正满头问号 百思不得其解他 怎么这么不要脸时 顾星辰和妈妈推门进来了 顾星辰把手上拎着的饭盒 放在了我桌上 妈妈担心你第一天上班不习惯 特意给你送饭 顺便来看看你 这哪是给我送饭 这是给我撑腰的 呜呜呜 妈妈世界第一好 不容反驳 我看向妈妈和顾星辰 妈妈 你俩吃过了吗 妈妈摇了摇头 准备过来和你一起吃的 一旁被完全忽视的 白也涵受不了了 他咬了摇嘴唇 看向顾星辰 眼中慢慢闪出泪光 声音中也带出了无限的委屈 妈妈 哥哥 我知道错了 妈妈站在一旁 没有看他 也没有说话 反倒是一旁的顾星辰 面带寒霜的开口道 我和妈妈刚刚已经在外面站了一会 你说的话我们都听到了 你刚刚说 如果你现在想选我 我会是什么反应 白也涵小脸一白 但是又带着期待 看着顾星辰 顾星辰一脸讥讽 你真的觉得 我不关心 也无所谓 还需要我继续说下去吗 只是一瞬间 白也涵像是掉进了地狱 他捂着耳朵 怕听到更绝情的话 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你们之前不是说 会把我当做一家人吗 怎么我犯了错 就不可原谅了吗 虚伪 你们等着 我会让你们付出代价的 说完 白也涵就冲去了办公室 没过几天 网络上就爆出了一条爆炸性的新闻 金圈首付顾家弃养养女 致养女未成年被人强奸生子 很快这条新闻就在全网发酵 顾家的股价大跌 可第二天 事情就出现了反转 有媒体放出 从他小时候 被顾家收养后的吃穿用度 大了找各种名师学习的费用 都被公布到网上 网友闲得没事算了算 养育一个白也涵得要千万以上 紧接着 那个媒体又爆出几年前 耐脏和白也涵的聊天内容 上面清楚地写着 他俩是如何想方设法的早恋 发生关系 白也涵是如何嫌弃陈英女士控制她 然后和家里决裂的全过程 新闻里全程没有出现我的身影 应该是顾星辰和妈妈出手了 网友辣平 养她还不如养块叉烧 求求哪个养母 让我从小就用爱马仕 我绝不早恋啊 听说她现在离婚了 顾家也不再接受她 看她的福报来得如此之快 我舒坦了 很快 白也涵因为散播谣言 被请去了公安局 白也涵的求求电话 打到了妈妈的手机上 妈妈 求你救救我 我知道错了 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 我再也不敢了 妈妈看着我说道 我陈英这辈子 做过最错误的决定 就是收养了你们姐妹 因为你 我知道了 什么是养不熟的白眼狼 而我做过最正确的决定 也是收养了你们姐妹 因为倩倩 我体会到 作为一个母亲 被女儿深爱的那份情感 说完 妈妈就挂断了电话 几个月后 我们在网络上 再次看到白也涵的消息 她因为散播谣言 被判了半年 这是因为 顾家给她请了最好的律师 这也是妈妈 对她最后一次心软 几年后 我继续当着我的妈宝女 有一天 妈妈忽然对我说 倩倩 妈妈不舍得你嫁出去 你要不要考虑下顾星辰 我 不是啊 小说里不是这样写的呀 而坐在我们旁边的顾星辰 一脸淡定的看着电视 仿佛一切都与她无关 嗯 如果她的耳根没有红的话 会更像 顾星辰视角翻外 睁开眼 我知道我又重生了 这已经第三次了 我第一次重生是在初中 我想方设法 让白也涵转学到了隔壁市 我以为这样 她就不会爱上赖藏 一旧相遇相爱 第二次重生 是在她和赖藏结婚之后 我已经没那么喜欢她了 所以 我接手了顾家的事业 可赖藏却一直让我扶持她的事业 我拒绝了 白也涵就天天缠着我 让我帮赖藏 我还是拒绝了 没多久 网上就爆出了故事集团很多负面新闻 故事集团股价暴跌 后来经过我一再查证 发现是赖藏搞的鬼 而且这一切白也涵都知道 赖藏轻而易举的说过了故事 而我又变成了远走国外 忽然 我觉得一切都很无聊 这个世界好像永远围着白以涵和赖藏转 直到第三次重生 妈妈到机场接我 走吧 我们一起去接你那位们放学 一开始 我以为我听错了 直到我在车里第一次看到了白以倩 我想 这一生应该会一样了吧 这次全文完 感谢阅读